对 糟了 我们好像迷路了 放心 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 可是我们奉命给哲哲姑姑送驾桩 如果我们错过了送驾桩的及时 那谁也担当不起啊 不如我们叫阿古拉和乌克山来救我们吧 阿古拉 姐姐 不行 那这样我们不就认输了吗 我不同意 会找到路的 爽啊 爽 爽 爽 月儿 爽 月儿 爽 月儿 姐姐 月儿 姐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我也没事 幸好我们送的是不比之品 又是紫星玉器 不就糟糕了吗 哎呀 你放心吧 我是福星转世 有我在一定没事的 你可少得意 别忘了 有我这个灾星在你身边呢 你怎么回事 你还说自己是灾星啊 可是整个克尔沁族的人 都是这么说的呀 我不这么认为 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我的好姐姐 如果谁敢说你是灾星 我就让她去吃牛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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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歇一会儿 我去把布捡回来 小心点啊 月儿 月儿 你小心点啊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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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月儿 快点啊 快点啊 你还嫌清楚你 打 acá 月儿 月儿 明雄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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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长生天保佑 保佑玉儿平安午时 来 哥哥 喝碗姜茶区区喊吧 别着凉了 都是我不好 没有陪你去 这不怪你 好烫 来 给我 小心 来 小心喝 谢谢姐姐 慢点喝 谢谢 轻松 那么 嘴 我 你 是 你 你 你 我 我 她穿的可是大金的服饰 而且她身手不凡 一定是大金最顶尖的勇士 等姑姑驾到了大金 当上了皇太极的伏计 我就让姑姑帮我找她 我要让她再带我飞一次 飞啊 飞啊 飞喽 姐姐 你干什么呀 我刚才听到外面有人 如果有人进来 看到我穿了格格的衣服 那麻烦就大了 这有什么关系 我看姐姐穿我的衣服 真的很好看啊 那怎么可以啊 你是格格 我是奴婢 奴婢怎么能穿格格的衣服呢 再说了 如果被大福建发现了 一定又是麻烦 那就怪我好了 姐姐跟我同样是恶极格生的 为什么我是格格 姐姐却是奴婢呢 这不公平 因为姐姐的恶极就是奴婢啊 奴婢生的女儿当然是奴婢了 这是改变不了的 我偏要改 我要让姐姐跟我一起当格格 一起打扮 一起玩 月儿 别闹了 来 这个给你 快戴上 你看 好看吗 我要你陪我一起去参加纳达木大会 来 快戴上 戴上啊 就这样 你看 好看吗 好看 怎么有两个格格啊 是我 姐姐 你看 连个虎拉都认不出你了 你还怕什么呀 我呀 我也要去买个面具玩 那你快去吧 姐姐 我们到那边玩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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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个这个 好 来 再试试这个 好 我来 太好了 快点快点 我住脚了 小姐 你不再来 有这个 好 走 姐姐 阿福呢 姐姐 你怎么玩什么营什么 得这么多东西啊 姐姐 你运气这么差 玩什么输什么 你怎么这么输你姐姐呢 拿拿拿 都给我拿回去啊 这些都是给我的 想得美啊 把东西拿好快走吧 姐姐 我们继续玩 去那边 姐姐 再玩一次 没事 有我呢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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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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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好 好 好 明明是我姐姐先射中的 你 快快快快快 英雄啊 真是个英雄 大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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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飞鹰呢 大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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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飞鹰啊 姑娘 认错人了吧 你在湖边救过我 我一直想谢谢你呢 你是谁啊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 大飞鹰 大飞鹰 你不认得我了 我知道了 都说你们蒙古姑娘热情奔放 没想到花招还真多 好吧 就算我没救过你 看在你 这么想要接近我的份上 我也很乐意跟你交个朋友 你没救过我呀 没有 不过也许将来有一天 我会救你也说不定 我 可是我 我认识你这个飞鹰金牌 你也知道这个宝贝啊 不凡你说 我就是大金的十四贝勒 多儿滚 这块金牌 是我傅寒送给我的 你是大金的贝勒爷 怎么样 吓到你了吧 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讨我喜欢 也许 我会娶你做的福气 你 大飞鹰是个英雄 怎么会是这个轻夫浪子呢 你怎么不说话了 害羞了 你刚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 我认错人了 姑娘 月儿到哪儿去了 找到了吗 都找了吗 不可事 走 再去找找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在她找呀 由你这封昕 来 爹 你把那天看了 不是 你去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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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去到哪儿了 三个人 来 姐姐 别冷在这儿 我找了你好久啊 我刚才看见一个挂飞银金牌的人了 真的 在哪儿呢 就在前面 我带你过去 就在这儿 奇怪了 在哪儿啊 奇怪了 你们刚刚还在这里的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她 难道我跟她真的没缘分啊 别难过 别难过 都是我不好 要是我早点认出她了 说不定就可以把她留下来跟你见面了 没关系啊 最起码你可以确定她就在我们旁边啊 我们一定会再见到她的 姐姐 你看 那边有摔招的 我们去看看吧 说不定卓琳哥哥就在那边了 你看 卓琳哥哥 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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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不是那个混蛋 你认识啊 卓琳哥哥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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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 卓琳太好了 来看 卓琳哥哥 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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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赶紧 姑姑 月儿 姑姑 你明天就穿这个吗 好漂亮啊 姑姑 你马上就要嫁到大金去了 是不是月儿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月儿会很想你的 姑姑也会很想念你 也会想念克尔庆 以后姑姑不在你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知不知道 对了 姑姑 我的姑父黄太极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对你好吗 你喜欢他吗 我怎么知道 只是两年前跟俄齐阁 去见大金大寒的时候 在花园见过他的背影 之后就没有见过了 什么 你明天就要嫁给他了 你连他长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 万一他鼻子歪了 或者是嘴歪了 你也要嫁给他吗 嫁 一定要嫁 你以为明天 是姑姑跟黄太极大婚啊 其实是克尔庆和大金的联盟 姑姑 我不懂 未来的天下是大金的天下 顺他者昌 逆他者亡 我们克尔庆兵少利弱 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不过却可以改变他们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最器重的贝勒 将来的韩位一定非他莫属 只要我嫁给他 为他生个儿子 就能让他们大汗 留着我们蒙古人的血难 这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血缘关系 也就是我们克尔庆人最好的护身符 可是姑姑 你这样就没有你自己了呀 我是克尔庆的格格 为克尔庆奉献是我的命 也是我的责任 哲哲格格 我是海澜珠 我能进来吗 是海澜珠姐姐 进来吧 哲哲格格 这是我和吉亲手做的 什么呀 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 作为您澄清的贺礼 放下吧 是 哇 你看坦娜姨娘的手艺真好 姑姑 你看 多漂亮啊 你喜欢就送给你了 那怎么可以 这是坦娜姨娘给姑姑的心意 等我要嫁人的时候啊 我再找坦娜姨娘给我绣一个新的 这是金丝线绣的 帮我给你额级吧 谢谢格格 这是玛瑶串和珍珠项链 帮我送给你额级吧 多谢她送了这么多礼物给我 谢谢姑姑 海澜珠 你先回去吧 我和玉儿还有话要说 是 姑姑 海澜珠 有什么好难过 有什么好难过 你呀就是不长心眼 将来像你额级一样 被人家欺负的话 可别怪姑姑没提醒过你啊 我额级怎么会被别人欺负啊 她不欺负别人就好了 姑姑 我们说点别的吧 对了 我今天遇到一个大好人 也遇到一个大坏人 也遇到一个大坏人 我今天遇到一个大坏人 什么大坏人 说给姑姑听 姑姑帮你出气 她是 竹林 海澜珠 你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给我呐喊诸威 不过你今天白天 穿成那样 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呢 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你 好看多了 是啊 奴婢穿上格格的衣服 怎么会好看呢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样的衣服很适合你 那格格的衣服啊 根本就 不不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 好了 我嘴真笨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看你 跟猛兽 空手搏斗都不怕 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 就把你急成这个样子了 我不怕大黑熊张牙舞爪 我怕的是你对我皱眉头 掉眼泪 对了 来 这是我摔跤迎来的 你拿去吧 去买你喜欢的衣服 怎么 银子不够多是吗 没事 改天我再去打 我还可以迎更多的银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糟蹋 你这么辛苦赚来的银子 我想你珍惜有用之身 保卫家园 为科尔沁争光 为你自己争光 你放心 我接造了一个新任务 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一定能立大功 真的 什么任务啊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总之 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当上蒙古第一勇士 我就娶你为妻 照顾你家人 好吧 好 我等你 最后要有的 是苏妮哥哥的笛声 姐姐一定是跟她见面去了 我去吓吓他们 我去吓吓他们 他做了 我去吓吓他们 都要够了 他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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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是咱们跟大金结盟的日子 从今往后 咱们克尔沁可就可以称霸草原了 国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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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儿 玉儿被带走了 玉儿 四哥 好家伙 这是我们内卡尔喀布送给斯贝勒的贺礼 驻大金马到攻城 战马大臂天下 好 说得好 好可惜 太好了 好可惜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兄弟 一路辛苦了 那边一起备上了美酒佳肴 你带着弟兄们过去畅饮吧 谢谢贝勒 我有客人要招待 失陪了 两位贝勒慢走 ス会儿 素贝勒 我妹妹被抓了 冯涵 你看 怎么回事 大海 没事 玉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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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来应运 你们先进去了 好 走 保护过长 好 好 你们是谁 快放了我 要不然我们科尔庆的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别担心 只要你爹答应我们的条件 不再做金人的狗腿 我保证让你回去 我的爹 你们是中原人 是明朝派来的 你们是想拿我威胁科尔庆吗 少废话 救命啊 把人给我放了 杀 救命啊 快 救我啊 放开 放人 放开我 救命啊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救命啊 救我啊 救命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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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来 抓紧了 是你 一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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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可以 你 我 不函 你们没事吧 我们都很好 你们兄弟两个 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 对了 那位克尔庆格格救回来了吗 那个小丫头机灵得很啊 是她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掳走的格格呀 这位克尔庆格的 他们可有对你无礼 最无礼的就是你了 黄开杰啊 多尔庆跟那丫头认识吗 你们两个人好像在斗嘴了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说什么 苏马走 格格 格格 给我站住 格格 是 大汉小心 富汗 没事吧 请大夫 不用了 富汗 富汗 你没事吧 玉儿 玉儿 快去承知天保佑 我的玉儿平安无事 玉儿没事 玉儿没事 玉儿平安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再三 你这女儿越大越标致 我都认不出她来了 玉儿任心 给大汗添麻烦你 没有没有 亏得她机灵救了我一命 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死在这些烟贼的手上 那可就丢脸了 大汗福星高涨 自然奉兄化吉 我听你厄七哥常说你是科尔沁的小福星 我看你还是我大金的福星呢 以后大金欢迎你常来玩 姐姐 姐姐 玉儿 我听说你被人绑走了 你没事吧 你要是出了事 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看 我这不好好的吗 姐姐 你不要难过了 陈桑 你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啊 来 我们到帐内继续伤透联盟的事 请 好 请 准备 保持准备 你是不是想让大金所有的男人 都看到你 不以为你是科尔沁的格格是吗 是谁教你的 是那个不要脸的塔纳吗 看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还有那双爱沟男人魂魄的眼睛 想极了你那个不要脸的额极 我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这张脸 是 乌兰 给我打 是 哥哥 哥哥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女儿吧 他只是担心你 他不是大夫妻说的那样 我求求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跟俄妻说清楚的 您放心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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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妻 你快起来 快起来 快去找俄妻哥 是 乌兰 不许再打了 乌兰 给我继续打 是 不许打了 不许你们打海岚珠姐姐 你就这样跟你俄妻说话吗 俄妻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打了 就是因为你 她才变得如此放肆 俄妻 你平时是那么的美丽高贵 你在我心目中 就像女神般的慈祥和爱 那么爱护我们 为什么一面对海岚珠姐姐 你就变成了 变成了什么 心如蛇蟹的女魔头 放肆 乌兰 给我继续打 是啊 不许再打海岚珠姐姐了 你 走开 姐姐 你说 你到底给玉尔吃了什么药 让她这么死心塌地地 跟着你们母女俩来对付 你们故意不好好照顾格格 让她被人掳走 他们才是真正的蛇蟹心肠 乌兰 去 把塔纳给我抓进来 我要重重地罚他们 是 孟许圈 大夫妻 前错完错都是我的错 要罚就罚我 不要罚我的额极 你 额极 都是因为我贪玩跑出去 才被人有击可乘 如果额极要罚的话 那就带我一块罚吧 你 那好吧 你跟他们 一起在外面给我跪着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起来 姐姐 玉尔 走 遗士 我 不许起来 mon 姐姐,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贵贵 贵贵 贵贵贵 快看,金星来了 离儿,怎么你贵贵也要你跪在这儿呢 快起来 贵贵不让他们起来 我也不起来 你 饭 再来 你 你舍贵 明天就是折折的大喜之日了 你何苦把咱们这家子 搞得这么鸡犬不宁呢 你倒说起我来了 是谁想当初色迷心窍 跟我的奴婢 害得我塞吉亚 被整个草原的人耻笑 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我发誓 那天夜里我真的是喝醉了 我把它看成是你了 在我的心里头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你看看这么多年了 我是不是连个侧附近都没厉害一个 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在你的心里只有我 真是可笑 你被那贱人一再勾引 先是有了海澜珠 然后又有了阿死拉 你把我当混蛋做小孩是吗 我跟塔纳早已经撇清关系了 而且塔纳也以自毁容貌谢罪了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放过他呢 你和那个贱人 生得一双儿女正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这种耻辱我怎么能忍得下 生得一双儿女正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这种耻辱我怎么能忍得下 这种耻辱我怎么能忍得下 天错万错都是不错 可咱们的宝贝女儿是无辜的 你忍心让她受罪吗 外头的雨吓得这么大 她要是冻坏了你不心疼吗 但是顾问大人有什么想法 但是不正好 当 ice 否则在你身上 那些墩小孩 怎么想不吃 你喜欢大人 看她自己的身份 那我看她是怎么追上 她的姓险 这次就是你 可是体会 她是帅战子 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呢 去吧 去吧 赶紧去叫她起来 要不就更快 玉儿 起来吧 明天还要参加婚礼 赶紧去收拾一下 我既不让他们起来 我也不起来 统统起来 太好了 她总算答应了 来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先回去 谢谢娱吉 谢谢娱吉哥 你认识 就怎么了 她自己 你连他们的名字都没问呢 对啊 昨天那么多事情 我忙这个忙那个 我竟然又忘记问他叫什么了 我去看看啊 你小心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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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找我吗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啊 你看到我不高兴啊 那好 我走 你可别后悔 站住 我就知道你别后悔了 你们女人啊 就是爱可惜心非 你可别误会了 我是想问你 之前和你一直在一起 妖精也有这个金牌的人 她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啊 她是 她是什么名字啊 我 大汗 风寒 玉儿 你看我们家多儿滚怎么样啊 他 我看我们家多儿滚 可是很喜欢你呢 要不 我跟你和稷格说说 我们亲上嘉亲 不要啊 我去给你们拿酒去 好 好了 多儿滚 准备婚礼开始吧 喳 我去尾巴 谢谢大家 接着 都会儿滚 饭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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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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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终于知道 我大飞鹰的名字 他叫姑父 玉儿 你不想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 人这一生 一切都是天命 我想你们两个人有缘无缝 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 如果真的心里难受 姐姐抱着你哭一会儿 好不好 我不哭 我们一天找人就好了 这草原上的英雄啊 就像这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只好有一天 我会找到属于我自己的 那颗星星 是啊 玉儿 说不定啊 说不定你的星星就叫多儿滚呢 是你的 玉儿 快看 流星 好漂亮啊 好漂亮的流星啊 快许 快许呀 姐姐 你许了什么愿望 什么呀 我做得到可听 太重了 贵的 你们óbbi 你们把我留在困窜 还是走 你把我留在困窜 你够开了 你够开了 以七大恨告天 起兵伐明 大金气势如虹 连败明军 夺取明朝辽西重镇广明 但在宁远之役 被明将袁崇幻重创 伐明计划受阻 兵退圣经 明朝送来了义和书 是战是和 各位可有什么看法 傅韩说过 平儿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我大金连下树城 形势大好 当然该战 朵尔滚哥哥说得好 傅韩 不如我们一路挥军南下 直到北京城 傅韩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大金连年征战 需耗极大 不如趁一和机会 跟明朝拿银拿地 养精蓄锐 再起兵灭明 臣以为 四倍了所言极是 灭明乃长久之战 不应急于一时 可战战耗时越长 势序越低 一速战速决 既然明朝示弱 正是出兵的最佳时机 你说得倒轻松 袁崇幻的红衣大炮打下来 谁能打 袁崇幻不除 不能功名 我宁可战死沙场 也绝不乍想讨钱 报 禀告大汗 克尔亲债丧 排玉儿哥哥前来送礼 正在殿外等候 好 我的小福星可是来了 总算有一件 让人开心的事了 这一天 都会有 非常当心的事 没有 请 来 我们过去看看 这叶鹤 灰发 武拉 哈达 还有西伯 过去都是我的敌人 可现在都降服于我 就连那个漠南蒙古 也降服于我 他们叫我 昆都伦寒 这大漠啊 现在都是我大惊的 可这大漠虽大 除了沙子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想要像成吉思汗一样 得天下 我大惊就必须南下 收服明朝 用南方的金子 养活我北方的战士 如此一来 我大惊也能够一统天下 大汗雄怀天下 目光远大 难怪人人都说 大汗是成吉思汗以后 最伟大的汗王了 大汗 你没事吧 大汗 我没事 我没事 大汗 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好看 我去帮您传大夫 不用 千万不能让她们知道 千万不能让她们知道 大汗 您是要带领我们一统天下的大汗 您要保重好身子啊 来 你上来 我来 冬天下 你怎么办 是 您就逃避 我来 冬天下 你来 冬天下 你逃避养 你调避养 不准与你 你不算是 公子 你们俩在哪里 你会跟领方的 我来 对 我来 你交的 你不算是 滚 说实话 你要知道 在我身边的人 人人都怕我 都不敢跟我说真心话 所以我要听你讲心里话 多儿滚的本事 我倒是没有见过 不过我姑父 志勇双全 成熟稳重 一看就是大英雄大豪杰 我打心眼里佩服他 我启歌说过 大汉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 所以我觉得我姑父 是最像大汉您的了 大汉 你怎么了 玉儿 我有点累了 我想休息 那大汉你好好休息 玉儿就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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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几年不见 大汗真的老了 英雄都是人 岂会不老啊 姐姐 你先去把礼给姑姑 我随后就到 姑父 是你啊 见到你真好 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 这个香包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姑父你挂在腰上 和你的飞银金牌的颜色正好匹配呢 我这不去 阿佳佳佳佳娜 你真是罢了 我得到我 你这就好了 我不能提个人 你不想了 你的 你不想了 我 你不想了 叫我 你 事无不可对人言 怎么 难道你有秘密怕人偷听吗 更何况 这里本来就是我家 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 无赖 我的礼物呢 什么礼物啊 怎么 难道只有我四哥有 我没有啊 看来你对我四哥 果然是特别的好啊 你胡说什么呢 看来我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我姑父 他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的恩人 我对他很敬爱 仅此而已 是吗 看你巴巴讨好人家的样子 你以为你骗的了谁啊 只可惜 我四哥他已经忘了你了 猪儿 你 喂 你干脆嫁给我吧 我会对你好的 玉儿 谁惹你生气了 还不是那个多 是我自己 玉儿 不是你的 就不要再去想 不要再去看了 这样才能尽快忘记 你现在这样 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不会害怕 想起来 你还要看我 给你 因为你 我不能 他 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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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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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过 要找属于你自己的英雄吗 现在你身边就有一个英雄啊 谁啊 多儿滚啊 他 他哪叫什么英雄啊 他是一个只会欺负女人的狗熊 还不是怪你自己啊 谁叫你老不理人家的 他只能用欺负你 来引起你的注意呢 我才不管他呢 大汉还说 多儿滚是最像自己的 我觉得呀 大汉一定是被他给骗了 等我发泄够了 我就要去告诉大汗 他欺负女人不是英雄 更不像大汗 你呀 这是个小心眼 大汗 我想跟您说说话 这童门 大汗 睡着了 我去给您拿个毯子 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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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大汗 大汗 你醒醒啊 我是羽儿 大汗 我 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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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我 黄台阶 多儿国 什么呀 什么呀 大汗 你拿好 你 这个 也拿着 你 你告诉我 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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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救救大汗 快来人啊 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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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汗上天了 富汗 富汗 人出魂 大汗 别停车动 别停车动 富汗 富汗 这 富汗 本来的 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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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了 fishing 那我 说 得走 说 说呀 快说 说呀 快说 丫头 月儿 丫头 为什么一说到纪委人选 那丫头就晕过去了 傅涵应该跟她说了吧 大概是被吓怕了 不要逼她 让大夫好好为她诊治吧 眼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封锁傅涵升天的消息 为什么 明军好几次派人偷袭 万一傅涵升天的消息传出 你们想想 会有什么后果 四倍了爷英明 若这消息传出去 不但明军会趁机攻打 我军也会军心涣散 所以必须要封锁这个秘密 暂时不能外扬 以免影响军心 不认识 特别是多尔滚 多尔滚呢 哥哥刚才还在这里 不知道现在去哪儿了 一定是去找原冲换 替傅涵报仇了 多多 欧拜 在 在 你们各领五十名精兵 拦住多尔滚 不要让他坏了大事 走 你真是去哪儿的 爱你 你可不得你 你可不得你 喂 喂 别哭了 格格 你终于醒了 我根本就没有晕过 那你为什么要撞晕啊 一边这个 诏书啊 可是 为什么没有继承人的名字呢 大汗在升天之前 他跟我说了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多尔滚 还有就是黄太极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想到 还有这个 可是 为什么同时写了黄太极和多尔滚 两个人的名字啊 多尔滚他行呢 当然不行啊 他横看树看 哪有个大汗呀 哪能跟我姑父比啊 不过大汗 他一向对多尔滚疼爱有加 我猜大汗 还没有想好 在他们俩之间 要传位给谁 就已经倒下了 啊 难怪格格这么烦恼 可不是嘛 我都还没有想清楚 大汗到底是要他们谁接位 如果我说出大汗在临终前 说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再加上这些东西 那个多尔滚一定会难为我辜负的 说不定到时候 两兄弟再大大出手 他们把我逼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所以只有装晕 等我想清楚了再说吧 原来是这样 格格 你真是吓死我了 好像有脚步伤 好 快躺下 走 不用了 你不能再往这个地方 傻子 和尔滚在一起 零姐 组怎么会 赞细的 他要进去 这一次 他必须有帮助 你再进去 明天找大夫来看看吧 什么人 站住 站住 猿狗贼 给我出来 今天我要取你的人头 寄我富汗的在天之粮 给我上 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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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伤害你 好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出去吧 是 姑姑吉祥 姑姑当然吉祥了 你呀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姑姑 玉儿让您担心了 真是过于不去 福建 出大事了 怎么了 听说十四爷闯了大祸 怎么说 听说本来四贝勒爷下令封锁大寒升天的消息 以免影响军心 可是十四爷独自闯入明镜阵地 吵着要向原仲患报仇 结果重负受伤 然后呢 幸好四贝勒爷命令十五爷即敖大人前往营救 十四爷算是救回来了 可是两军因而得知大寒升天 我们被乱了军心 明镜反而世袭大阵 趁机进攻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现在群龙无首 局势一片混乱 四贝勒爷都急死了 这个多儿滚也真是的 他怎么能这么独猛冲动 这也难怪 十四弟年纪尚轻 经验尚浅 难免会沉不住气 你先出去吧 是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大寒 没力寒卫就撒手而归 难怪军心大乱 这应该怎么做呢 姑姑 那你觉得 谁是继承大寒的最佳人选啊 你觉得呢 我 我 我就是想不出来 所以才问姑姑您的呀 大寒升天 明军的人虎视眈眈 在这个动荡的时候 你认为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安居乐业 说得好 大贝勒 戴善为人善良 可是怕是懦弱 二贝勒阿敏 刚毕自用 三贝勒芒古尔泰 一副阿敏毫无主见 多夺年纪最轻 可是喜怒行鱼色 根本就是个大海 大海 现在只有你姑父 跟多尔滚是最佳人选 最能够稳定军心 能让大金百姓安居乐业 我猜 大汗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多尔滚在四大贝勒之中 同你姑父相处得最好 他现在年纪尚轻 没立什么战功 众多的贝勒和八旗将士 根本就不服他 看来你姑父 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这件事 希望多尔滚 不要再做出 让大家担心的事情 其实现在大明激若 大金日强 是打败明军 入主中原的最好时机 如果寒卫总是悬而未决 重备了相争之下 别说打败明军 就连大金自己 都可能会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倒是受苦的还是百姓 白刘 请算他 担长 喜来 有点小小小小 有点大则 有点小小小 有点小小小 不是要小小小小 你上马上车 二哥 绝对不可滥杀无辜 你这样做 只会动摇军心的 四弟说得对 阿民 你不要冲动 都是多儿滚惹的祸 多多 多儿滚伤势怎么样 十四哥只是受了点轻伤 现在正在休息 请四哥放心 原崇焕阴险狡诈 这边派人议和 那边派人暗算十四弟 巨心叵测 不能不防 依我看现在仙机还在 何不借大汗升天 挨兵之勇 举兵罚名 不可 自宁远一战败后 我军兵马锐减 同一大炮威力无边 众将士惊恐犹在 临及出兵谷 只怕又吃败仗 四倍了英明 臣以为大金不可一日不军 如今军心涣散 究其原因还是因寒卫未定 当务之急是要推举出新的 寒卫继承人以定军心 臣以为赐贝了胆识过人 又得人心 是继承寒卫的不二人选 以我之间 敌传寒卫还是论姿排辈的 我主张由戴善哥哥继承寒卫 也不一定 大汗之位应能者居之 好 既然这样 我就推选十四哥 十四哥年少有为 又深得富汗喜欢 让他来寄认大汗之位 当之无愧 多尔滚 乳秀未干 有勇无谋 冲动闯祸 没有问他的罪就已经不错 还想登上了大汗之位 十四哥只是想帮富汗报仇 他勇往直前 跟富汗一样勇往直前 你们谁人能挤 多尔滚感情用事 成不了大事 我亲耳听到富汗夸奖哥哥 还说要把韩伟传给他 我相信 富汗在升天之前 一定把心愿告诉过玉哥哥 为什么我们不把玉哥哥请过来 向他问个清楚明白呢 凭一个女流之辈的三言两语 就可以决定我大金的未来 这岂不是可笑吗 阿米哥哥 您是不是为了让自己当大汗 连富汗的遗言也想抛出脑后了 臭小子 你说什么 我说了怎么着 住手 你们干什么 富汗抬走 咱们兄弟不团结 抗敌还打起来 想什么话 反正除了十四个 我谁都不服 真是想不到啊 我们本来只是奉命来送贺礼的 却无故卷入争夺寒卫的风波 玉儿你说 会不会是我这颗灾心 渴死了大汗呢 大汗本来就生病了 再加上操劳过度 这 这怎么能怪你呢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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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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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干什么去啊 这 现在大汗已死 我们青龙无手 难道要留下来 等着被人传换的大炮打死吗 是 是啊 现在危难当头 大金需要你们去打仗 老百姓需要你们保护 你们怎么可以逃跑呢 保护 谁来保护我们呀 听说多儿滚都战死宁远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是啊 是啊 谁说多儿滚战死了 消息已经传遍军中了 你们胡说 那是假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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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是假的 喂 你们回来呀 喂 站住 喂 玉儿 玉儿 站住 站住 这都不好了 喂 哥哥 怎么了 贝勒爷们正在商讨大汗机卫问题 听说 好像台不聋 恐怕要随时动手了 好 如果韩卫悬而未决 各备了相争不下 大金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局 玉儿 你身体无恙吧 我没事了 谢姑父关心 大叫煌 大叫煌 我有事要问你 姑父是想问我 大汗在升天以前 有没有告诉我 谁是大汗的寄人人 没错 有 谁 大汗在升天以前 把这个帅姻交到我手上 他告诉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那就是 是 皇 派 吉 恭喜四倍勒 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说出来 大汗对我那么好 那么疼我 之前跟我一起聊天 他就突然升天了 我真的很难过 我一难过就会晕倒 你们不难过吗 我问你 我父寒在升天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哥哥多儿滚 我 你说的话我不相信 她是四嫂的侄女 她说的话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大汗在临终前 真的跟我说了 皇太极这三个字 我没有撒谎 我无愧于大惊啊 你真的敢发誓 可尔卿的女人 最怕一种事 那就是丈夫不爱 儿女不孝 孤老终身 你若敢发毒誓 我再善就信你 对 如果你说谎的话 一辈子丈夫不爱 儿女不孝 你敢不敢发这个誓 你们都不要逼她 尹俺 你实话实说 是 孝哥哥 如果大汗真的厉了四倍了 你就发誓过 还等什么 如果你没说谎 常成天自然会保佑你 如果你说的是谎话 那你就等着孤老终身吧 好 我发誓 如果我说谎 我这一辈子就丈夫不住了 而你不孝孤独终老 你们满意了吧 我要你举着富汗的帅印再说一次 就是啊 我刚才都没有听清楚 我对长生天 对天上的大寒发誓 不过我说谎我就 诺 你看着我 我不要你发生宗事 只要你说一句 你说什么 我多儿个人都会信 多儿个人 我说吧 大寒临终前 告诉我要把寒卫传给皇太基 你想干嘛 大寒卫传给皇太基 不够父汗的话 遵你为大寒 是要是不相信的话 就是跟我多儿滚过不去 哥 天佑大寒 天佑大金 老拜誓死效忠大寒 多国愿意跟随十四哥 效忠大喊